国语有生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漫谈人生大道 主著先佛为无极皇母大天尊 本堂主席观恩师登台 圣士 公皆老母一驾临堂 命本堂扶神十里外 命本堂成皇五里外迎亚 其余神人及本院众修士排班后驾 御林君主帅赵天君将 诗曰 寒风轻拂面 热臣上鸾台 暖意苍生感 坚心大道陪 圣士 恭迎老母降丸 神人俯伏 不得失疑 无极皇母大天尊将 义是诸贤清及诸儿女免礼 次作 第25章 时间 过去的时间已经过去 在追忆也无法追回 甚至改变过去发生的事 未来的时间还没发生 再怎么计算 总是不能进入极异 所以何不把握现在 人生道路或修持道成的灵儿们 总爱执着过去 致使现在的脚步跟不上环境变迁 而涂炭生活窘困 大道难修 比如 有灵儿执着过去式的原身为何神仙佛圣 但灵儿须知 既坠红尘染纲 过去式为何高真 原身 皆需遭力考验才能琢磨回本真 又比如 些许灵儿自幼及接触大道或点玄 然则 长成后 紧直于年幼之光荣 无法坚持修行 临终时 仍然一事无成 所以神免过去只会让灵儿松懈 甚至失去依循的目标 未来是可以筹划 但是不可有奢求的心态 比如 树立超生了死的目标 或者志向成为企业家等等 都是未来的事 不过万里之行 始于足下才能祝梦踏实 执着过去奢望未来 皆是现在的烦恼 甚至边生活 修行 边怀疑自己 当自己已无法信任自己时 紧接而来的一定是失望 甚至失败 现在的定义 可分为点或面 以点而论 即灵儿们阅读此文章 每字后集成过去 以面而论 即是阅读此文章的当下 所以时间转瞬即是 必须抓住过去的经验 而不是时间 必须掌握未来的计划 而不是奢望 然则 过去与未来 中间点即是现在 因此 为求不偏不倚 应以过去 未来做参考 实践于现在 金刚经有云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于法上三心皆不可执 不可追 不可得 因为求时空上的空 但人生毕竟是现实的 虚有存在 必须看破假象 才能物真 因而勉力 灵儿以三心不可得为目标 实践诸法于现在 如此才能真确实证 时间亦是一种假象 进而成就超生了死 恒久不灭之猿灵 我会让你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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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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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